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 我是石涛 从上个月的23号 今天都3月1号 吴小辉出事 大概我每天做节目 我那天算了算 六七个七八个 最多做九个 好像我做过九个 2012年的时候 那时候做过最多的时候是六个 那个时候的东西设备不像现在方便 那方便呢 因为现在东西比较方便 就比较简单化 那原来比较复杂 2012年当时的状况就是事情出现的 是一种完全失控 就是没人知道事情真相 其实你现在过来 现在是2018年 回过头来你再看2012年 不光大家伙不知道真相 他们自己也不知道真相 薄熙来周永康 令计划 这是当时传在一块的 2012年围绕着3月份出事的 再加上王立军 那习近平自己呢 在那种情况下是属于闷三爷的 闷三爷就是没 他没有什么话语权 而作为温家宝跟胡锦涛 在当时的情况下 遇到了那种天时的背景之下 自身生性生命生性过弱 他干不动 干不动对方 对吧 所以你看到了那种非常诡异 令人难以解释的状况 包括当年 在这是三月份出的事情 等到了4月底的时候 4月20几号 陈光诚跑到这个美国领馆 一个盲人 视力很差的人 竟然从山东能跑到美国领馆 然后到美国领馆出来呢 又去到医院去治病 然后这个中央政府的有人去看他 然后他呢还从 最后还真成功到了美国 这都很蹊跷的事情 就是说你当时看到的 就是一片乱局 那个乱局呢 有点像八九年 实际是上面分裂了 上面出现了动荡 这是当时我们 在我们个人的节目中 就是这么去讨论的 那以至于到后来2013年 一年之后 习近平 很委屈的 2012年18大接班 到了2013年 他露馅了 三中全会露头了 以后 我当时节目中 我说你和 你以后会看 那一年的三中全会 将成为中国历史中 政坛中 至关重要的一年 跟当年1978 应该是1978年 11届三中全会 类似 至关重要的一年 那从那年开始 我们跟大家讲 就是三中全会结束之后 我们跟大家说了那个故事 那习近平要干 那他干的概念 就是要转变国家 就是从党的权力 转变成国家 因为他没出路 共产党是死路 而他当时能有什么 他唯一有的一个东西 就是党的总书记 那是他真正拥有的 就是起码赋予了他 作为中共体制中 赋予了他这么一个权力 军队玩真的 所以就不是他 不是他 到去年半年前 刚刚还杀了俩 还砍了俩上将 现在还一个扶着的 对不对 所以军队玩实力的 都是军头的 那不是他的 国家主席呢 就是瞎掰 从七八 那个82年 邓小平就给他弄虚了 所以没用的 那叫虚位元首 邓小平自己都这么说 那就剩了一个 党的总书记 所以这是他当时 这个人呢 很乖巧 审时适度 在当时情况来讲 只棒了一个人 棒了一个人 王岐山 王岐山到中纪委 任书记的原因 今天的结果 你就看到他当初的目的 所以纽约时报评价 习近平具有高超的 政治手腕 所以在 在2012年 他让 他要 王岐山任中纪委书记 就是今天的目的 这个人很不得了 五年半的时间 就为了打今天 打出今天的结果 原来节目中 我也说了 人说涛哥 共产党什么时候玩 我说王岐山退休了就玩 十九大 王岐山下来 很多人骂我 你不是说 王岐山退休了吗 嘿嘿嘿嘿 逗你玩 但是呢 事情凑起来呢 很蹊跷 很不容易 阿波罗有篇报道 文章题目这么说的 陈小鲁 陈毅的儿子 在这个吴小辉被抓这件事情呢 他推到了风口浪尖 我们跟大家讲了很多 结果在2月28号晚上9点半 突然在家死亡 他也不是在家死亡了 他是在这个海南的 他自己疗养的地方死了 那陈毅之子陈小鲁 突然病逝 妻子和兄长确认了消息 那白天 从报道中说 白天他还很好 夫妻两个人从海口开车 返回亚龙湾 中午在万宁朋友家吃饭 他还睡觉 五点多到了球会 没吃晚饭 晚上一起呢 到对面的洗来灯 走了一趟 9点20分 陈小鲁准备睡觉 然后上洗手间大便 在过程中突然说了一句 小慧我不好就倒下了 陈小鲁 在这个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他成立了西城区红卫兵纠察队 叫西九 陈小鲁 在文革时是直接打死过老师的人 在大概几年前 也是在红二代中 少有的一个对这件事情表示忏悔的红二代 在他打死老师之后 是周恩来把他保起来了 同为红二代 大家对比一下 陈小鲁是周恩来保起来 那习近平是坐着火车逃难 三六九等 没有任何一地方不在 谁也不尿谁 谁又都踩谁 就这么回事 但这件事情 陈小鲁在这个坑底上死了 这事儿就 这事儿就是说 在我眼睛里 人们的情感很关键 这件事情 陈小鲁死 跟吴小辉被打 有多大关联 因为他是大面积心体梗塞 这事儿你不好说 对不对 这事儿你只能是他们当家的人 他们自己的人如何判断 个体的人对这件事情的感触 按照我们 按照大陆人 中国人通常的概念 当他死了 死在这坑底上的时候 习近平跟红色家族 结胜梁子 这事儿开不开了 不好开了 所以想保中共 捋尾巴拴鸡蛋 瞎扯蛋了 请不吝点赞 财新网报的消息 中国华信董事局主席叶简明被查 曾经卷入核治平案 中国华能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叶简明被调查 此人十分低调 在公共视野中几乎没有出现过 他的身份神秘 在公司的介绍中 根本就没有他的内容 而他是什么人 有人说他39岁 今年啊 有人说他39岁 有人说40岁 有人说41岁 但是他是世界 他的公司是世界500强中 排名第三百多位 他是02年起家开始干活 到了去年 他的资产400亿 超过400亿美金 超过400亿美金 而他出事之前呢 他的搭档 香港前民政事务局局长何志平 去年11月 在纽约被抓 原因是涉嫌跟非洲的另外一个国家的前驻联合国大使 涉嫌行贵非洲的一些国家和元首 结果被美国人抓了 被美国人抓了 跟他有什么关系 他们两个人是搭档 那这是他华能有限 华信能源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 同时他们有一个基金会 那基金会的主席是叶简明 副主席就是何志平 何志平的老婆叫胡慧中 演戏的 电影里电视片里演戏的 胡慧中是他老婆 那而何志平被抓到什么份上呢 交一千万美金 这是月初的事情 2月6号的事情 他交一千万美金做保释 法官不允许 为什么 说他经常在被拘押期间 还在跟上海的能源公司联系 上海的能源公司是谁 就是华信能源 然后法官说 以那家能源公司的能力 我只要给他保释了 他一定跑 而人家行贿的数据呢 都是几百万上千万美金的 去买什么 去买非洲的很多国家 产油的国家 那些的油矿 那些个石油公司 那而他买 被买通的呢 是那些非洲国家的元首级人物 都是有本事的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下集wnie 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